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把前面我所谈过的那些结论 再把它做一个summary在最后 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不要用low order的四面题 如果在2D的case的话 就是不要用low order的三角形 那么如果用high order的时候 那么其实它们的差异不是那么的大 那么甚至于你用四面题 或者2D的话是三角形的时候 你如果缺个的构细的话 那么其实是也是蛮不错的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缺个的构细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缺个的不构细 有时候你为了节省计算的时间 你没办法切得那么精细 所以你使用比较粗粗的match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非常一些小心 这个四面题或者三角形 它们可能会得到很差的一些精度 所以整体而言的这个low order 那么对柱状题来讲 整体而言的low order还是不建议 那么四面题的时候 四面题的时候 那么重视是low order还是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虽然没有像high order的六面题那么好 当然2D的时候就是四边形 那么总而言之呢 只要使用这个high order的时候呢 那么不管是六面题 甚至于柱状题 那么2D的时候就是四边形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讨论过的 算是最有效率的 再repeat一次 high order的六面题 四边形 甚至于这种平行柱 这个都好 这是我们的比较建议的